大家好,能听见吗? 我可能听见,然后页面也能看得到,对吧? 没有图像,现在有图像吗? OK,好,那我们就开始了,8点准时开始。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又是在周二晚上8点准时来听我们这边的网上的课程。 那我刚刚也看到呢,我们目前这个网课呢,已经做了有将近60几了。 那前期呢,也是Jacky呢,也是在圈圈负责。 那现在呢,您大家也都看到,我们现在GoMarket分析师呢, 基本上大家会轮着来讲一节网课。 那也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市场相关方面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一开始呢,肯定还是国际惯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风险提示。 我们所有的信息呢,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不涉及到具体的金融产品的投资。 那GoMarket呢,是98年成立的。 我们目前可以交易的产品,有这个澳洲的个股,美国的个股, 然后外汇的货币,黄金,石油,股指, 然后包括这个数字货币等等,都是可以交易的。 那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牌照呢,大家可以在这边查到。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页。 关于这个资金安全隔离方面呢, 我们这个大家肯定是比较关注的。 我们是这个严格遵循AESIC,就是澳洲证监会的规定。 所有客户的资金呢,都是放在证监会指定的NAB, 也就是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这个隔离账户里面。 那所有的客户的资金呢,都是跟公司的资本完全隔离开来的。 而且呢,这个客户的资金啊,还是进行每日结算, 就是跟银行进行每日的结算和审核的。 这个呢,是资金安全的方面。 那今天的话,包括昨天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投股市的话, 是不是特别开心。 因为昨天和今天呢,澳洲的股,不管是澳洲的股市也好, 还是美国的股市也好,就是连着两天, 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澳洲啊, 今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截止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三月底的时候呢, 因为疫情在全球爆发,那基本上全球的股票呢, 都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像是我现在给大家标出来这个ASX标普500, 美国的标普500能够看到, 当时呢,从3300点,将近3400点的价格呢, 一路跌到了只有不到2200点的一个位置。 那最近这两天,这个是我下午节的图啊, 现在已经到3000点以上了。 那截止到现在呢,这个标普500已经反弹到了3000点的以上。 那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呢,包括上上个星期啊, 一直非常纠结的这个黄金分割线的0.618的位置呢, 终于是已经突破并且站稳了。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到,如果按照黄金分割线这种技术图形的话, 那下一个需要冲击的高点就是3136这个位置。 那这个呢,是美国标普500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今天还截了另外一个图, 对,这个是澳洲的这个ASX200的大盘。 那相对呢,它的反弹力度啊,就没有美国那么大。 我们能够看到呢,在这个三月底之前啊, 曾经最高的位置呢,是在7180多的一个位置。 那最低呢,是跌到了4400多的一个价格。 现在呢,是重新反弹,回到了今天应该是5700多点了。 这个是我上午刚开盘那会儿截的一个图。 现在已经回到了5700的一个位置了。 但是呢,根据下跌的一个比率和支撑啊, 我们看到目前呢,澳洲的大盘啊, 反弹的力度呢,还是处于黄金, 目前黄金分割线的50%以下的, 也就是说还没有冲破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刚刚给大家演示的美国的标普500, 美国的标普500呢,就已经这个冲到了这个, 我们看到冲到了是0.618支撑位的以上。 所以说相对反弹的力度呢, 澳洲是肯定没有美国来的强劲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一波反弹当中呢, 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反弹的这个股票呢, 都是集中在科技股。 大家如果平时有去观察的话, 那澳洲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平均一些。 OK,这个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就更不用说了啊, 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就更大了, 这是解释的为什么刚刚说的, 因为纳斯达克它主要组成的部分就是像是大盘的这种科技股。 所以呢,它的这个反弹的力度会比刚刚我演示的标普500, 还有ASX200, 它的这个强度要强得多, 因为它现在已经冲破了这个黄金分割线的这个0.78.6%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目前全球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来说, 全球大盘的平均啊, 反弹都达到30%以上。 像是纳斯达克, 它现在反弹的是已经达到35%。 澳洲的话, 如果目前已收盘的情况也是接近了30%, 所以平均来说都是达到30%以上。 那我这边呢, 就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今天呢, 可能跟大家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互动。 以前呢, 就是可能经常参加我们这边网课的时候, 应该也有看到我们这边经常是分析师, 可能大家讲的比较多。 那跟客户之间, 或者说跟这个在座的这个电脑平前的咱们之间, 可能互动的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今天啊, 会跟大家来做一些简单的互动, 那大家只需要准备好键盘, 那回复是否, 或者说回复yes or no也行。 因为我今天呢, 讲的信息量可能会大一些, 比以往我单纯讲股票啊, 或者说讲宏观分析啊, 一些信息量会来的大一些。 那我相信呢, 这个不光光对咱们未来半年, 甚至说一年三年, 甚至说更以后的交易有一定的帮助。 那如果电脑平的钱的你现在生活啊, 还不是属于我想着退休之后求安稳的生活,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你未来可能, 生意的规划, 还有这个投资, 还有事业的规划, 我相信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影响。 那行, 我们就先开始说, 刚刚就是提到了说, 目前大盘已经反弹了, 平均反弹了30%以上吗? 那不管你是做美国的股票也好, 澳洲的股票也好, 你的投资目前有没有跑运大盘呢? 那我现在想看到, 看一些这个大家的回答, 那我看到, 先来看一下, OK, 有说是的, 有说no的, 有说是的, 有说no的, 很多啊, 大家还是比较平均的, 我这边可能有差不多十几个客户, 十几个咱们的这个听众啊, 目前已经回复了,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吧, 有说跑赢了大盘的, 有说暂时没有跑赢大盘的, 那这个呢, 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啊, 对, 我看一下, OK, 目前有将近20个人回复了, 基本上是yes, no, 一半一半吧, OK, 那好, 那有, 那我这边呢, 就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下一个问题, 那在这一轮的疫情的股票啊, 反弹当中, 带给你回报最多的, 或者说亏损, 目前可能已经平仓的也有, 或者说目前还是浮亏的也有, 那产品有哪一些,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给我回复, 比如说黄金啊, 或者说某一个股指, 或者说股票的代码都可以, 那我这边想看一下大家的回复, 好吧, OK, 行, 我看到有几个回复了, 有原油, 外汇, WPC, 银行, Google, SGP, Afterpay and Gold, A50, Afterpay, 那我相信打Afterpay的人, 应该是, 这一波应该是大赚了一把, 那只是说你在什么时间点买, 以及什么时间点卖, 那如果是买黄金的话, 这一次应该是, 这个客户Jimmy Lou, 应该是, 最近应该收益也非常不错, 因为黄金我们知道在这一波, 涨势也是非常猛, 那webjet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持仓的价格是多少, 因为webjet自从我们推荐以来, 现在的价格呢, 也是反弹的非常的多, 那可能原油的话, 我看所有的说原油美油的话, 可能目前大部分的客户, 还在这个持仓亏损, 或者说是浮亏在里面, OK, 基本上了解了大家的情况了, OK, 还有外汇这些, 对, 因为澳币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涨势也是非常猛的, 尤其是澳币对美金和澳币对纽币, 澳币对纽币也是我们这边一直给客户去推荐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 OK, 了解完大家的情况之后呢,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回顾。 这张表格的话, 我相信如果是, 可能大家很多人啊, 对这张表格是比较熟悉的, 可能都看过这一份, 这个原文件是一个Excel的表格啊, 我这边呢就截取了这个表格的前端, 那这个表格呢, 是我们在4月20多号, 就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这一次疫情的超跌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边呢是在4月20多号, 总结的也就是说疫情爆发之前啊, 这么多股票的价格, 那在4月20多号的时候呢, 我们又做了一次总结, 当时呢根据它下跌的幅度, 我们做了一个总的百分比的罗列, 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幅度, 从当时最高的81%的这个SXL, 开始罗列, 然后从webjet, ALG, Flycenter, OML, ECX, CCP, OSH等等这些股票, 那可能最近呢, 大家也看到, 在这个ASX200大盘股的涨幅榜里面, 经常有看到这些的股票, 尤其是像这个SXL这两天也是连着涨, webjet也是, 然后Flycenter, 可能它的反弹率都还没有webjet这么多, 那OML呢, 它像是这个户外广告公司, 我看前段时间也是经常榜上有名的, 那除开日之外呢, 像是我们上个星期开始的吧, 推荐大家去关注的这个粮食股, GNC, 这个呢, 我们看到, 它当时也是这个跌幅超过了57%, 那今天呢, 在上午的时候, 我又是根据这个表格呢, 我又总结了一份, 今天上午为止新的一个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这个涨势呢, 也是非常喜人的, 尤其是像是这个ECX, ECX它是做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个服务的, 它目前的反弹力度呢, 已经也超过了90%, 就接近一倍了啊, 那除开我们看到, 这是前12的一个跌幅吧, 那除开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排在前第12名的这个URW, 它目前呢, 还是负的, 也就是说, 它还没有完全回到这个价格, 但是我们看前面的11个股票, 全部都是证数, 也就是说在前面这时, 当时如果在这个价格, 我们全部这11只股票, 哪怕我闭着眼睛买一只, 那现在基本上可能也能拿到百分之十几, 甚至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利润了, 那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这些股票啊, 因为最近可能来咨询的也非常多, 我经常听到客户说, webjet flycenter买哪个, 我最近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分析和解析, 如果买的话呢, 肯定是恭喜大家, 如果是听我们建议的买的话, 那就赶紧约我们这个喝咖啡啊, 如果是大赚的话, 那就可以请我们吃龙虾, 因为Mike经常说赚钱的话, 请我们吃龙虾, 那以前可能龙虾都是比较金贵的, 动不动可能去这个餐厅吃得要四五百刀, 那现在我们说已经龙虾其实已经不值钱了, 已经走入了平民百姓家, 那如果没买的话, 其实啊, 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 那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没有买或说没有去关注这些股票的原因是什么, 那很多人会说, 哎,可可你这个不是属于马后炮吗, 你现在都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你来跟我说这个, 对吧, 那我就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说, 这个马后炮我为什么要打, 以及说我他打了, 我打这个马后炮的, 不好意思嘴瓢了, 马后炮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说说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 这些超跌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话是为什么, 知道的话是买了还是没买, 没买的原因是什么, 那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在这个问题区间给我一些回答, 对, 因为很多人他会说, 哎, 我是因为不知道这个这些股票, 他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自己平时汲取信息的一个源泉在哪里, 因为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已经给很多很多客户, 不管是早上的短信也好, 可能交易短信也好, 大家可能在10点左右都会准时收到我们这边分析师编写的一些短信, 那包括每天早上的广播节目也好, 我们通过这个YouTube, 通过这个朋友圈的这个转发, 那通过邮件都有发到各位的这个邮箱啊也好, 微信也好, 那经常有一些客户可能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沟通的, 那我相信或多或少12只股票里面, 我们肯定有讲过那么一只到两只这些的股票有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不知道的咱们在这个电脑屏幕前的这各位的话, 那不知道的原因在哪里, 是不是自己汲取这些信息的渠道有问题, 那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我要打这个马后炮的原因, 那在未来的时间里, 我如果要继续做这个交易的话, 那我是不是在我汲取信息的一个渠道, 我要做一些适当的更改, 我需要知道更多像是这样的信息, 那好, 如果是回到说对于这些客户说我知道这些超跌股, 但是呢我没有买, 买了的情况刚刚已经说了, 买了的情况可以请我们吃饭, 那没买的话那原因又是什么, 那对于很多不同类型的客户来说, 像是我上一次网课节目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追求的是一个退休后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么这些超跌股来说, 可能不一定是你百分百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追求退休后稳定的一个生活, 可能每年追求回报不是特别多百分之十几二十的话, 那我们作为一个未来还是有这个盈利预期比较高盈利预期的咱们来说,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知道, 既然知道这些股票为什么没有去买, 所以我相信这个复盘, 这个专业里面叫复盘, 复盘这个心理的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下, 来有更多的经验来这个做更好的交易, OK, 这个是我这边总结的目前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走到下一张图啊, 下一张图里面是说, 这个世界上可能这个后悔药啊, 我这边也是找了一个图片,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后悔药呢, 可能是神仙都想要的药, 那可能它比目前的新冠疫苗还要有用, 因为你想如果有这个后悔药的话, 我相信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也不会爆发的这么厉害, 那我们只有知道了过去的缺憾, 才可以在未来进行弥补, 尤其是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那今年以来呢, 大家也说2020年呢, 也是这个全球停摆停滞的一年, 我之前在这个网课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 2020年转眼啊, 已经过去了一半了, 因为现在已经5月26号了嘛, 再过几天就到6月份了, 那转眼啊, 这个新年的半年, 2020年的半年已经没有了, 那我记得刚刚跨年的时候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结果我们, 因为我们昨天刚刚上班嘛, 昨天这个恢复办公之后, 回去上班又觉得, 哎, 都已经过去了半年了, 但是呢, 好像什么事都没做, 光见证历史了,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 我们也见证了这个, 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 我们见证了1930年以来, 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大的经济停摆, 那我们也经历了呢, 欧派克成立以来, 最大的单日的油价跌幅, 因为在这个5月份的这个期货合约里面, WTI, 也就是美国的原油, 是跌到了接近负40美金, 那同样呢, 我们也是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央行对经济的干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全世界各国的央行呢, 也是发布了各种经济扶持, 包括这个对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一些政策, 还有这个失业人群的一些政策, 还有我们也见证了, 89岁的巴菲特呢, 见证了他无数个人生的第一次, 那这个呢, 其实都是我们见证历史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现在啊, 咱们生活在澳洲来说, 前段时间呢, 我也经常看到大家分享, 该怎么去领取像是Job Keeper, 或者Job Seeker这个政府给的福利, 那我这边呢, 也想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疫情之下, 你的收入呢,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觉得收入目前有降低, 比如说是停工在家, 或者说有一些生意, 但是生意可能暂停了的话, 回复一, 那如果这个收入不变的话, 回复二, 如果是增加的话, 当然这个就回复666, 我想看一下, 大家可以放心, 这些信息我们都是保密的, 只是说可能更好的跟大家来探讨, OK, 很好, 我看到很多人回复了22, 还有666, 也有几个客户回复了1, 我发现咱们还是, 咱们这个Gold Markets的客户群体里面, 还是回复888是什么, 咱们Gold Markets的客户群体, 还是卧虎藏龙呢, 我看到了好几个666, 那我觉得回复666的这个咱们的客户朋友, 真的可以单开一个节目了, 告诉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个疫情之下, 你的收入不减反增的一个原因啊, 那当然回复一和回复二的, 我看基本上也是比较平均了, 可能大家有工作啊, 或者说有这个生意的话, 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一些影响, 那很多人说啊, 在过去的2019年, 可能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因为2020年, 我们知道今年啊, 全球的这个大学生就业, 就是就业的问题呢, 会是一个相当头疼的一个问题, 因为光光中国我们知道, 每年大学生毕业, 都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那今年的话大学生, 今年中国就是大学生毕业的话, 也都是比较惨的, 像中国的话, 今年我之前看数据, 是有847万大学生要毕业, 那要工作, 那面临, 现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失业, 就是这个中小企业倒闭潮, 那未来呢, 很有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毕业就直接面临着失业, 那除开之外呢, 原本啊, 有工作的人呢, 可能也会面临这个失业, 因为光光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 像是餐饮啊, 旅游啊, 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包括澳洲现在, 不光光是澳洲了, 基本上全球的旅游都是受到影响, 那可能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说客户啊, 都是做留学移民, 这些相关的行业的, 我相信呢, 肯定都是受到了多多少少的一个影响, 那大家呢, 也会对未来啊, 比较担忧, 尤其是到了今年下半年, 或者说疫情慢慢恢复之后, 未来呢, 到底会怎么走,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 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有关注新闻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啊, 中国和澳洲呢, 最近的关系呢, 也是进入了风雨飘摇扑朔迷离的这么一个情况, 简单来说呢, 这个观点啊, 我之前在我上个星期跟大家直播的时候, 有去跟大家分享过,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我们那个直播, 我就直接再说一下, 对, 那在我的观点以来呢, 其实啊, 这个澳洲跟中国最近的关系恶化呢, 在我看来, 其实是相当于是被美国溜了一圈,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上个星期的周末吧, 澳洲呢, 在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 提案要求啊, 对这一次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 和包括后续的一个处理进行调查, 那随后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上个星期呢, 中国宣布增加进口澳洲大麦的关税, 进口啊, 这个关税这个这个数字啊, 达到了73.6%, 嗯, 大家对于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 上个星期我看应该是在, 5月, 5月20号左右, 对, 5月20号, 5月19, 5月20号的时候, 但是呢, 其实我们翻回去啊, 去看中美贸易在今年年初, 1月份的时候签订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协议的内容呢, 看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一部分事情的蹊跷, 因为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里面啊, 当时中国呢, 是承诺在未来的两年内, 会增加购买美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 那其中呢, 就包括了320亿美元的农产品, 那农产品大家都知道, 像是大麦啊, 小麦啊, 然后鲜果啊, 蓝莓啊等等, 其中呢, 其中呢, 就是明文表明了有大麦这么一个产品, 那在5月19号的时候, 澳洲呢, 是正式增加了这个, 对澳洲大麦的征收的关税, 但是呢, 我们回去看, 在5月13号的时候, 非常巧合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 中国海关总署宣布, 将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美国大麦, 蓝莓, 鲜果等等产品的进口, 那说完这些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 很蹊跷, 就是说, 哎, 我突然一下对澳洲的大麦实行关税了, 但是呢, 我原来啊, 购买, 因为但是我的中国的市场, 我对大麦还是有需求的, 那我相当于说, 我原来买大麦的这个钱, 我去问美国买了, 那很多人也说, 这一次澳洲呢, 对中国在这个疫情上面发难呢, 是被美国当枪使了一把, 那我自己呢, 不太喜欢去太多评价, 关于就是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从我们中国人做生意的角度来说, 因为中国作为澳洲最大的一个生意贸易伙伴嘛, 那我们说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 这个行为其实有这么一点, 我们比较简单来说, 可能就有点不太低的, 或者说不太厚的, 对, 这个呢, 是一个方面, 那很多人说现在是牛肉和大麦呢, 也已经持续遭殃了, 那我看上个星期啊, 慢慢是说铁矿石呢, 可能也是风雨飘摇了, 那之后呢, 很多人担心像是奶粉啊, 流水, 旅游流水啊, 都会相继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中国从这个三月底以来呢, 对于各个航空公司也是发布了五个一, 也就是说, 一个星期一般,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每个航空公司呢, 都需要提前一个月来报备相关的这个航线, 所以很多, 就如果大家身边有留学生啊, 或者是了解留学生的话, 应该都知道很多留学生目前都是滞留在澳洲, 或者说在国内想回来也回不来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的话, 对于留学的行业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甚至有一些大学呢, 我看也是说也决定要延迟开学, 那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呢, 是中澳之间的目前的一个关系和处境, 对, 然后铁矿石的话, 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像是最近FMG, 还有BHP和Real Tinto, 最近的涨势呢, 也都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像是可能盘面比较小的FMG, 它的上涨力度呢, 会比BHP或者Real Tinto, 涨得更猛一些, 那之前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中国颁布35万亿计划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中间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08年的时候, 中国不是凭借着4万亿的一个基础投资, 来搭建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吗, 那澳洲呢, 就是凭借着当时中国的4万亿呢, 来卖了相当多的铁矿石, 所以呢, 按照目前这个中国35万亿的投资计划呢, 可能啊, 有一部分的资金也会继续来支持这种传统的基建, 那这个其实对澳洲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呢,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中澳关系, 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但中国目前来说还没有明文对这个铁矿石, 做这么一个反倾销, 或者说增加关税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呢, 也是在衡量中间的利弊, 因为我们说其实各个国家都是利益体, 最终的目的都是说, 我自己能够好, 我不希望以杀敌800自损1000的一个状态, 来对抗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对于中国来说, 它如果需要铁矿石, 如果铁矿石在未来的一个经济复苏当中是一个刚需的话, 那它就会去衡量铁矿石中间的利弊, 因为澳洲目前, 它是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一个铁矿石的一个国家, 那在尤其上BHP或者说Real Tinto这些公司来说, 而且呢, 它地理位置上呢, 又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就原先啊, 贸易还有这个航线往来呢, 也是非常频繁的, 那其次铁矿石生产的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呢, 就是巴西, 那巴西的话, 其实跟中国啊, 是隔了一个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太平洋, 那相对应来说, 不管是你运输的成本, 还是铁矿石的一个成本来说, 势必会比澳洲高很多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都会去, 中国也好, 澳洲也好, 都会去做这么一个抉择, OK, 这个是中澳之间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中美呢, 关系啊, 我看在周末的时候,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 我昨天看了一篇报道, 是这个Bloomberg, 彭博社写的一个专题, 关于总结呢, 中国跟美国之间就周末的这个情况啊, 的一些话题呢, 进行了总结, 他也用了这个New Cold War, 新冷战时期的这么一个词来总结, 就是在上个周末, 中美之间出现了一个摩擦, 因为像台湾的话, 台湾的问题呢, 可能有关注国内一些新闻的话, 会比较了解, 现在国内的台湾的局势呢, 也是比较紧张, 这个是一个问题, 甚至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吧, 他是国务卿, 对, 国务卿蓬佩奥, 他是在历史上首次呢, 他去祝贺了这个蔡英文第二个任期,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 相当于是说, 嗯, 怎么说呢, 变相, 因为这个其实在美国之前, 是从来没有有过, 从来都没有有过的情况, 那现在相当于是变相的挑衅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根据台湾的问题, 那香港的话, 大家应该也是比较关注, 最近国内不是召开两会吗, 颁布了一个国安法, 针对于现在香港安全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美国呢, 还是跟原来的角色一样,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 嗯, 怎么说呢, 反对意见, 人权也好, 还有自己的这个, 自主的这个政治也好, 等等, 那另外呢, 也就是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就是新冠病毒的起源, 然后, 嗯,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这种情况, 那最后呢, 就是像是这个贸易争端, 从18年以来到现在啊, 我相信在疫情之后呢, 可能这个贸易争端啊, 又会不会重新提上台面, 甚至我之前看特朗普也说, 可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有可能要作废, 那像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中美贸易, 中美关系啊,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 嗯, 怎么说呢,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纷争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总结来说啊, 其实中美贸易, 中美关系呢, 现在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 总结来说, 应该就是属于一个, 意识形态的一个碰撞, 那我们说, 意识形态, 中国来说可能是文化, 或者说文明的碰撞, 那为什么会有意识形态, 或者说文明之间互相碰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从中国和美国国家, 这么多年建国以来, 哦, 还不是建国以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来, 过去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一个发展, 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看一下, 这些我们两个国家, 经历过的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首先美国我们说, 他在这个被哥伦布发现之前呢, 他是属于原住民的一个时代, 没有太多的文明存在, 那直到呢, 欧洲工业革命啊, 长驱直入, 因为那个时候, 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文明的一个角色嘛, 人类发展的历史啊, 通常都是新技术会催生新的文明, 而且呢, 不同文明之间的会互相传递, 同时呢, 旧的文明啊, 肯定会抵制新的文明, 那在美国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呢, 被欧洲的工业革命影响了之后啊, 这个工业革命直接长驱直入, 对美国呢, 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 美国的工业是非常发达的, 这个呢, 是一个情况, 但是呢, 作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这个元明清时期, 清末我们就不谈了, 元明清时期的这个农业文明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在这个当时呢, 清末的时候, 接受工业文明的时候, 就是因为旧文明当时是属于一个非常繁荣和发达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他去抵制了新文明,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或者说朝廷里面有分成了两派, 一派呢, 他是说天朝上邦, 府裕四邦, 宜邦巧计, 不足为道, 他觉得你这个西方的工业文明啊, 跟我这个现在这么庞大的这个大清帝国来说, 根本不足一体, 那也有人说呢, 这个失一常计啊, 以致宜, 就是说我要去学习你的新文明当中, 值得借鉴的部分, 然后呢, 去其精华, 去其糟粕, 相当于说为我所用, 那这个呢, 也是当时啊, 中国的农业文明在面对工业文明冲击的时候, 两方不一样的意见, 那但是呢, 就是因为农业文明比较发达, 所以当时工业文明呢, 在中国运益和萌芽的这个规模啊, 相对来说就比美国要小得多了, 那时间呢, 慢慢的过到了这个20世纪, 那我们看到1994年雅虎在美国创立以来呢, 在美国是萌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互联网文明,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雅虎, 包括谷歌, 然后包括亚马逊等等等等, 包括英特, 我们当时那个搜索引擎嘛, 英特, 然后等等这些呢, 都是由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带领了整个全球的这个科技, 互联网科技的一个繁荣, 那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话,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初, 包括到20世纪中期的话, 还是经历了一个怎么说呢, 比较动荡的时代, 直到1978年啊,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那慢慢开始接受西方的这个传递过来的新的一个文明, 在94年之后, 雅虎在美国创办了之后呢, 几乎是同步, 可能落后一个十几年吧, 几乎我们说是同步开始接受这个互联网的系列, 但是呢, 我们说互联网当时呢, 是分成了两个阶段, 一个呢, 是我们说的电脑端, 一个是手机端, 电脑端的话, 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我们比较早的时候, 可能十几二十年前, 家里的电脑都是很笨重的台式机啊, 到后来呢, 慢慢演变成了液晶屏, 那慢慢呢, 又演变成了一体机, 直到后面又出现了手提电脑, 便携是更轻薄的手提电脑等等等等, 那之后呢, 随着智能手机, 像是苹果, 对于这个手机移动端的这个产品的更新之后, 那不管是美国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都是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是呢, 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深深地改变了两国, 对于未来的一个文明的走向, 那具体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啊, 互联网文明, 你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它会进入数据文明,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它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人人手里呢, 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 像是这个微信也好, 然后这个抖音也好, 然后包括支付宝, 淘宝, 甚至拼多多等等等等, 只要你有一家店, 或者说一个企业, 都会想说, 我往这个手机端来这个进化, 但是呢, 美国目前的情况, 它数据的文明来说呢, 它目前覆盖的范围, 会比中国要来的广, 它由科技文明, 它由互联网文明带来的是, 它覆盖了全世界, 很多很多的人口, 像是我们平时接触的道德, Google也好, YouTube也好, Facebook也好, 然后等等这一类的企业, 它能覆盖到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口, 那中国目前的这些科技企业, 或者说这个科技公司, 它覆盖的人口范围, 肯定是没有美国广的, 但是深度远远要比美国来的深得多, 具体这个深度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们就以最简单的生活的细节来说, 那美国现在停车的话, 还是比较复杂的, 你要自己投币啊, 或者说你专门要去买票啊, 这个在澳洲还是一样的, 那在中国的话, 我们知道手机啊, 30秒, 20秒就可以解决这个手机停车费, 你要续费的这一个问题, 那包括现在中国, 更别说你这个二维码, 大家手里可能上到60岁70岁, 下到5岁3岁的小孩都知道二维码, 我拿个手机给你扫一下二维码, 加个好友, 拿个甚至菜场的王大妈, 卖个一块钱的青菜, 卖个五毛钱的葱, 都可以支持二维码, 扫码, 微信支付也好, 这个支付宝支付也好, 那现在呢, 根据疫情的情况, 又催生出来一个新的这个技术, 数据技术就是健康码, 它随着你, 比如说你去过哪些城市, 那它都可以追踪的到, 而且呢, 它会根据你的情况显示, 比如说是红马, 绿马等等, 那未来的话, 其实像是这些数据文明, 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这个呢, 就是未来这个中国和美国, 两个国家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总结来说, 就是美国的数据文明, 它的范围会更广, 但是深度不够, 中国的话, 它是深度够, 但是范围不够, 这个呢, 就是最主要, 未来呢, 中美和中国和美国之间, 关于不同文明的这个走向, 那我们在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未来数据文明发展的时期, 看一看, 有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呢, 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构社会秩序的只有这四件事情,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瘟疫, 一个是饥荒, 另外一个是技术革命, 那我相信肯定, 我这边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瘟疫, 以及马上可能要来临的这个技术革命, 那很多人也会说, 那下一个时代的红利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作为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说我们上一辈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吃到了很多的红利, 一个是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人口红利,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改革开放, 给我们国家带来的这个, 给中国带来的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包括这个世界工厂的建立等等, 那我们来说到这个下一个这个红利的一个在哪里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的中国是发布了35万亿的一个投资的计划, 那我相信呢, 在之后啊,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呢, 也会继续加入到这个重启经济的行列当中, 那我们都知道, 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35亿这个投资项目, 未来的这个资金走向, 除开传统的基建呢, 更多的也会发展, 像是新基建, 5G的这个基础设施站等等, 那在5G时代到来的时候, 因为是在19年年底的时候, 是真正我宣布5G时代到来, 那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 在这4G的时代呢, 我们是从2013年来, 在2013年以来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那我这边也总结了一个4G时代, 中国新四大发明, 那一个呢是直播电商, 可能年轻的这个电脑前的这个咱们听众可能都知道, 这个催生了像是口红一哥, 李佳琪, 薇亚, 个人一年的这个销售额达到27亿啊, 要知道像是这种万达广场的话, 他一年的销售额也就28亿, 这个相当于是直接干掉了一个商场, 对这个是直播电商给大家这个带来的一个冲净, 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把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养懒了的外卖, 像是饿了吗, 美团啊这些等等等等, 第三个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这个扫码, 二维码, 微信支付也好, 这个支付宝也好, 可以说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传统银行的这个地位, 更不用说是这个现金啊, 钱包啊, 钱包啊, 银行卡啊, 这些等等, 那第四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很痴迷的一个短视频, 那代表有像是快手, 抖音等等,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 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获取到最大的一个, 我们说信息量, 所以呢短视频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强, 那这个呢是我目前总结到的这个四季时代当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来期盼一下在五季时代我们的生活呢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呢很多人说啊五这个五季时代已经来临了, 那因为呢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它其实呢是催化了, 它其实是一个催化剂, 因为催生出了很多行业的一个改变, 同时呢促使了很多行业在这个相关的领域啊发生一个变革, 那最主要的呢我这边想跟大家来传递两个概念, 一个是线上化, 这个话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嘛, 那我们看到我们澳洲现在在这个封城的这两个月时间啊, 很多事情呢都已经实现了线上化, 我相信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经会在这个手机里面叫一些外卖, 或者说做一些这个生鲜的一个团购, 那我最近也加了很多的这个团购群嘛, 送一些蔬菜水果海鲜肉类到家里, 那这个呢实现上化我们从传统的去菜场超市买菜变成了榜上订单, 那其次呢像是我看这个有一些原来要线下必须要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咱们买房子看房子啊现在变成了云看房, 还有像是这个有一些咱们这边接触比较多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活动也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那更别说这个孩子啊上网课啊这些都是慢慢趋向于线上化, 那未来呢很有可能啊像是我们去看病的话, 也有可能会慢慢实现线上化的一个一个转变, 那还有这个像是演唱会, 原来我们可能得要买个花花的几百刀去看个演唱会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那如果未来5G时代我们说这个对于这个这个网速啊, 还有这个VR的一个VR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虚拟体验会越来越需求越来越强的话, 那对于在线上听演唱会也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这个呢是线上化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呢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之下, 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呢也会慢慢的趋向于去过度化, 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难以理解啊, 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去过度化呢可能啊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会从几个方面来, 第一呢是餐饮,刚刚也提到很多人现在餐厅没有办法开业嘛, 那大家只能自己做饭或者说是去点外卖, 那对于餐饮行业的影响就是说可能未来生鲜产品或者说半成品, 它未来的这个需求量会慢慢增大, 而餐厅的话它可能短时间内就无法恢复到以前最高峰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也是去过度化的一个代表, 那另外呢像是大家可能普通老百姓对于奢侈品以及大件产品的消费就会慢慢减少, 这里说的大件产品的消费比如说是像是汽车啊家电啊, 然后包括这个可能家具啊, 如果非刚性需求的一些家具的这个更新啊换代啊这些的需求都会慢慢降低, 对这个也是去过度化,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评价替代品或者说我们说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一个改变, 因为可能很多人有听说过这几个词比如说什么极简生活断舍离反消费主义,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消费观念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现在可能大家会更考虑到一个刚需费我需要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真正生活需要的一个产品, 如果我不需要的话, 那么我就不会想说我要去购买这个产品, 这个也是一点, 那另外的话对于我们的投资啊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去过度化的, 一个意义, 因为我们以前可能经常啊会看到哪个企业又烧了几百亿, 比如说呃像是之前最火的这个OFO小黄车, 这个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它是补贴烧钱为了抢占市场, 那未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可能未来很多的这个机构投资者, 或者说这个呃A轮B轮的投资者, 他的投资呢会更加的谨慎, 不会再去有那么多, 或者我们生活里面不会有那么多呃补贴烧钱的企业, 或者说公司或者行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个呢是我们未来新冠疫情呃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呃目前, 或者说未来很有可能生活造成的一个变化, 那同样刚刚说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个革新呢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需求和供给, 那我们呢就可以顺着从线上化也好, 去过度化也好, 我们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从线上化和去过度化, 有没有一些新的行业的需求, 或者新的方面可以产生的供给, 那这个对于我们不管你是未来这个做金融投资也好, 还是实业投资也好, 还是我们说事业规划也好, 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呃指导, 指导作用的呃至少我们来说被时代淘汰的行业, 我们肯定是不会去选择的, 而去选择慢慢通过时代或者新技术呃的这个情况来改变的一个行业, 那我这边呢也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 就是未来呃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贸易关系, 那我们知道呢传统啊以来呢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呢都是由这个呃矿业也好, 农业也好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来支撑的, 像是铁矿就刚刚提到的铁矿石奶粉红酒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传统的这个贸易的支撑, 那慢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像是服务类的这个行业, 像是教育行业,呃留学移民旅游等等也支撑起了中国和呃澳洲之间的贸易玩玩,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呃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和中澳之间的这个嗯政策的一个影响, 第一种呢和第二种呢都是了有有了一定的风险, 像是之前可能大家买的或者说关注的TWE这个红酒的公司, 或者说大家比较关注的A2, A2奶粉的这么一个公司的股票都是比较关注的, 那我我是觉得呢根据未来5G时代的这么一个呃行业的一个发展来说, 我这边呢也都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觉得最未来呢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贸易往往来呢会越来越多的倾向于数据支持和交流, 那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来说几个公司哈, 今天呢这个包括昨天啊我有一些客户呢会问我说, 哎如果你要做一个长线的投资的话, 这个长线不限于3年5年或者说10年的一个情况, 你会选择哪一些行业, 那跟我平时聊的比较多的咱们的这个客户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像是科技和医疗板块的这些公司的, 那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根据5G时代和中国未来跟这个澳洲之间的数据支持或者说交流的行业, 有哪些ASX200里面的一些大盘股是值得关注的, 那第一支呢是ALU,可能有一些跟我经常聊的客户都知道这个ALU呢,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它呢是其实是在这个澳洲上市的一家美国公司, 它是成立于1985年, 是位设计印刷电路版的工程师, 提供基于PC的电子设计软件, 那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较拗口啊, 那因为我也不是说专门, 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工程师嘛, 我就以最平民化, 最我觉得大家能听得懂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具体化什么意思, 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家电, 电视也好, 电冰箱也好, 它都是有一个电路版的, 那这个电路版的一个设计呢, 都就决定了这个产品的功能和性能, 那这个功能版的设计不是说工程师我凭空想出来的, 它是根据一定的软件来做一定的这个设计, 那说白了ALU呢, 它就是做一个这么一个为工程师提供的这么一个软件, 它这家公司呢, 是在1999年8月在ASX上市的, 那我这边呢也截取了一下它在这个发的19年的财务的报表, 那我们看到几个数据啊, 我觉得是比较亮年的几个数据, 首先呢我比较关注的是第一个, 它debit free, 没有债务, 第二个呢我去看了一下它的revenue, 就收入啊是我看百万千万亿, 1.7亿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澳币的, 1.7亿澳币, 那我们看到这个税后净收软, 那个net profit after tax呢, 我们看到它是达到了5200万, 那简单算一下, 它的净利润来说接近超过了30%, 那目前呢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做这个软件的嘛, 那它的软件的订阅呢全球是达到了43,000多, 那我刚刚也简单的算了一下, 光个这个43,000多的一个订阅用户呢, 给它带来了5200多万的一个利润的话, 平均啊这些客户一年的话, 给这个ALU贡献是几乎超过了1200澳币, 这个的话我觉得数字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像现在的情况, 它的cash就是我们说现金, 它的现金有8000多万在手里, 截止到它这个去年的财务报表来看, 而且呢它公司目前运营的呢也比较广泛, 我们看到它现在在这个全球的这个half quarter, 就是总部是在美国嘛, 然后original的half quarter, 欧洲的这个分部的一个总部是在慕尼黑, 然后就是中国亚洲的这个分部是在上海, 然后它目前是在澳洲上市的嘛,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未来是一个能够吃到5G发展时代红利的这么一个公司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19年之后呢, 可能未来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会走向5G时代, 那对于产品更迭和更新的需求就会非常强, 我们说这个万物皆可联网, 就哪怕只要你的这个产品能够用到电的, 那在未来的5G时代它可能都可以联网, 像是可能我们小到这个电灯, 大到这个电冰箱, 电视机等等产品, 它都可以跟互联网相通, 那这个对于产品的更新换代, 或者更迭的需求就会非常的强劲, 那作为这些产品的设计师来说, 它对于有一个比较设计感比较好的一个电子设计的软件的需求, 也会相应的增大,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目前会比较看好ALU的一个原因, 当然ALU呢, 现在来说啊, 这个疫情爆发期间呢, 它也发布了几个公告, 它也是说它会撤回去年发布的对于今年的一个引力的一个预期,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个5G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响, 那ALU肯定会是在这个方面呢, 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我们简单说完ALU之后, 我们发现时间不早, 快9点了,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它现在的股价, 它的股价呢, 我们看到它之前去年的时候最高是接近到43块钱, 那到上个月底呢, 最低是跌到了接近24块钱, 现在呢是反弹到了37块钱, 那反弹的这个力度呢, 没有后面说的这个APX那么强啊,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APX, 如果是我们这边老客户的话, 应该听了很多次关于这个APX的这个公司了, 那大家对于它的观念呢, 还是停留在它一个APX是什么公司啊, 很多人会说, 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那其实呢有这么一点偏差, 那我这边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APX它其实不是说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它是给人工智能提供学习数据的这么一个公司,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比较绕口, 那我们知道这人工智能的话, 它对于数据的需求很大, 不管你是语音也好, 图像也好, 视频也好, 数据也好, 像是我们有些时候经常会去网上, 打个比方最简单的比方, 我们去网上去买东西, 那它会有一个机器人客服, 它会根据你的回答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解释,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的一种, 那它怎么来根据你的回答, 来做相应的解释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相当大的一个数据资料, 来供人工智能来学习, 那APX的话, 它就是提供这些数据资料的, 那根据呢它发布的去年的一个财报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大于1 million呢, 就是说因为呢APX有很多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它在全球目前来说, 它有超过100万的一个数据的供应商, 这个是一个, 另外呢它的全球有9个office, 9个办公室, 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超过130个国家有这个员工, 而且呢它也会有这个工作经验, 那对于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 或者说国家的一些文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呢APX它说它目前是跟目前top10的一个科技公司呢, 其中8家都是有合作的, 还有呢它是说它有20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历史, 包括它对于180种语言和方言呢, 都是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呢是APX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APX在这个19年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从15年到19年这么个五年的时间, 它不管是净利润也好, 还是给这个dividend也好, 也是逐年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可以说像这个企业的话, 它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EPS就是美股净利润的一个情况来看, 都是比较喜人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另外一个APX,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吧, 我就不多说EPS对于这个5G时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非常的显而易见, 对吧, 做人工智能的数据提供的, 那它的股价呢目前就比较牛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去年呢或者说它过去啊历史上最高的价格呢是到过31块钱, 那在今年3月底处底到了差不多16块多的时候, 现在已经再一次冲向历史新高, 也就是31块钱接近32块钱了, 这个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目前ASX200里面的公司目前还是没有做到的, 因为很多其他的行业公司可能最近是反弹了20%, 30%,40%,但是它是已经回到了它去年最高的一个位置, 这个呢它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呢这个应该是迈克比较喜欢的了啊, 这个Telstra,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澳洲不是拒绝了中国的华为嘛, 那很有可能啊在未来的时候呢, Telstra可能会在引领澳洲的5G时代一家独大, 那当然呢并不是说它一家独大就可以高枕无忧啊, 因为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 TPG有可能宣布呢会跟Vodafone来合并, 因为这个合并啊呢也是走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应该有两年的时间啊, 在18年8月的时候呢, 这个首先这两家公司呢可能要合并, 那在19年5月份的时候啊, 澳洲的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呢是反对这两家公司的合并, 因为觉得他们有可能会降低行业的竞争性, 那在今年的年初3月份的时候呢, ACCC呢是不反对, 因为ACCC, 因为Vodafone和TPG呢根据这个ACCC当时的决定呢, 是跟这个联邦法院去提起上诉了, 那现在呢ACCC他决定不对他进行反对, 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呢, TPG跟Vodafone就会进一步的合并, 那在澳洲的5G时代的市场呢, 实现三组鼎立的一个这么个状态, 三组有哪一性, 像Telstra, Optus, 还有TPG, 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说那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想要去买这种电信行业, 或者说我看好澳洲的电信行业, 未来在澳洲垄断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那我是去买Telstra还是TPG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TPG呢, 他现在的市值是76亿, 市盈率呢是27, 目前的股价是8块2, 那Telstra的话, 他目前的这个市值呢, 就比TPG要高很多了, 他市值384, 市盈率呢比TPG要低一些18, 目前的股价呢, 是3块2毛3,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边就直接可以做一个对比, 因为你做再多的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呢, 还不如这个直接的财报数据来的更可观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是TPG在19年, 发布的19年的财报, 右边的是Telstra发布的19年的财报,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 我们光从revenue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公司呢,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为revenue的话, Telstra就比TPG要高了整整将近10倍左右, 那那个EBITDA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 也是我刚刚在查阅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喜人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栏EPS, 这边可以看到EPS, 19年的时候TPG的EPS是18.7, 那在这个Telstra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呢, 是在18.1, 那很多人说这个EPS是什么呢, 其实EPS就是美股净收益, 它呢, 从比较这个专业的术语来讲, 它是指就是公司啊, 它的净利润在扣除了优先股的股息之后, 所剩余的它就是属于美股普通股的净利润, 相当于说, 简单来说就是说, 股东呢, 每持有一股这个公司的股票, 所能够享有的利润或者亏损, 因为EPS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负的嘛, 所以是目前来说, TPG它的EPS, 从19年的数据来说, 还比这个Telstra来高的多, 那作为股东来说, TPG它享有的利润会比这个Telstra来的多, 但是呢, 我们如果从这个目前的基础项目的建设来看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Telstra目前是澳洲的一家独大嘛, 它有很多的这个5G的这个基建站, 那这个肯定是一方面的一个优势, 因为你TPG和Vodafone再怎么跟, 再怎么合并跟这个Telstra去比的话, 那这个5G的基建站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和时间去搭建的嘛, 这个是一个点, 但是从另外一个点的角度来说呢, TPG和Vodafone因为现在还没有暂时, 暂时还没有正式合并,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呢, 如果我们往另一个角度想, 就是说它可能的这个合并之后啊,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外的一个惊喜,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行业, 你如果这个相对的这个强者和弱者进行合并之后, 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资源这种方面所带来, 不管给这个客户也好, 还是给投资者也好带来的一个收益方面的一个情况, OK, 那这个是TPG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人说这个, 那我最后呢, 这个今天呢, 我想以迪根斯的这一个, 这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我今天的一个晚课, 是想说呢, 这个是最坏的时代, 那同时呢, 也是最好的时代,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从事传统行业来说, 觉得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以全新的一个视角去拥抱生活新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这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说大家在听的这个孩子的那一代来说, 应该是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OK, 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 然后内容呢, 就是这一些, 最后呢, 还是正常的安利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服务, 我们现在呢, 是澳洲排名第一的客户服务, 每天呢, 我们有市场分析财经节目, 然后包括交易短信的提示, 还有我们现在每周二三四的一个网课,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这个广播电台节目等等, 那我们现在费用呢, 澳洲的股票是万分之八最低十澳元, 美国的股票呢, 是每股两美分最低十五美金, 那外汇的产品呢, 是低于万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价格, 对,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开始复工了嘛, 我们现在是开始轮班, 就是说中文部呢, 一半这周上, 一半是下周上课, 而是这个上班, 然后我们未来呢, 会有这个等到疫情, 或者说维州解禁之后, 我们未来会有一些小型的这个线下活动呢, 会跟大家去见面, 呃, OK,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啊, 今天九点零七分了, 讲的时间呢, 也比较久,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怎么速战速决。 没有问题吗, 有回放吗, 有啊, 有回放, 嗯, 大家, 呃, 有加我们小助手吗, 如果有加我们小助手的话, 我们明天会在YouTube放上这一期节目的回放。 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小助手要今天晚上的一个回放的链接。 好, 谢谢这位梁家辉, 呃, 对, 我现在在家了, 对, 因为考虑到最近比较冷嘛, 所以我是今天下班了之后赶紧回家在家里做的这一期节目。 嗯, 我看到大家问说webjet还能买吗, 哎, 我发现最近啊, 经常大家会问的一个比较常用的句式就是某某某还能买吗, 这个说实话是我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因为刚刚还看到有个客户问我说LIC还能买吗, 对, 就是因为最近真的听的非常多, 看大家又问说afterpay还值得, 入吗, fly center还能买吗, 对, 大家发现大家的记事啊都是非常的统一, 还能买吗, 还值得入吗, 呃, 其实怎么说呢, webjet, fly center, 还有afterpay, 这个就要看大家怎么想了, webjet刚刚跟大家去总结了一下它目前从最低的一个价格, 我们看一下啊, 嗯, 嗯, 是从最低的价格呢, 到目前为止啊, 反弹已经超过了70%, 那fly center呢, 它是目前的一个反弹呢, 已经超过了41%, 那基本啊, 也是说我们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预期嘛,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对于客户推荐fly center也好, 推荐webjet也好, 对于大家的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也是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说, 呃, 像是这个, 呃, webjet的话, 它相对来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它需要支撑的一个现金流, 呃, 或者我们说的这个, 嗯, 固定成分比较少, 因为fly center还有比较多的一个店面嘛, 还有员工, 那webjet的话, 它不仅仅是, 呃, 一个传统的一个旅游公司, 它更像是B2B和B2C, 就是我们说它不光光是针对于终端, 呃, 旅行者的, 它也会给一些, 比如说小型的一些, 呃, 旅游公司来提供这么一些旅游产品, 所以相对应来说呢, webjet和fly center呢, 比起来呢, 可能fly center大家能够看到它实体的一个店面啊, 或者说它的, 呃, 这个, 呃, 公司的一个声誉会比webjet要更小一点, 但是呢, 在疫情期间的话, 相对于来说受到资金, 现金流的一个攻击的话, webjet会比较少一些, 而且呢, 呃, 现在来说webjet和fly center它更多的是因为, 怎么说呢, 澳洲即将解禁, 或者说未来, 呃, 各个州之间的旅游, 即将, 呃, 旅互相之间的旅游啊, 跟这个国际海还没有开始接通, 互相之间的一个旅游呢, 可能会马上要开通了, 这个呢, 可能是大家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但是,呃, 未来的话, 其实我对于旅游行业呢, 还是比较担心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抄底的话, 就是我刚刚总结来说, 就看你自己怎么看, 呃, 对于抄底来说, 你要可以承受, 呃, 高风, 高高, 呃, 这个高回报率, 那你同时也要做好, 呃, 这个高风险所带来的这个, 呃, 对于心情的影响, 所以说对于这种webjet也好, fly center也好, 那最主要的就是, 呃, 你投资的额度不能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 对, 这个是我最想要强调和说的, OK, 黄金命运如何, 黄金的话, 我们同事, 呃, Alan之前讲过很多啊,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去回到我们YouTube上面去看, 这个上一期的这个, 呃, 网课回放, 总结来说, 呃, 黄金未来, 呃, 是这个值得长线投资的一个产品, 那长线的话, 那你不限于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了, OK, 9点12分, 那今天的这个网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 呃, 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 呃, 大家可以明天拨打我们公司电话86580603, 或者说跟各自客户心理经理联系, 呃, 那都祝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谢谢, 感谢观看